好又到了星期六了 好这个垃圾回收 现在很多人都很注重环保 很多不要的物品都会拿去回收 重新回收recycle 那最近就看到一则新闻 现在除了回收物品之外 还可以回收什么呢 现在在美国出现了一个叫 灵魂垃圾战 这个灵魂垃圾战 那其实也叫灵魂回收系统 我会觉得很有趣 灵魂怎么回收呢 对不对 就我们身边不要的物品 这个书卡带旧CD 这些不要的都可以再捐出去回收 灵魂怎么回收呢 很有趣 这到底是什么新闻呢 原来是美国现在有一个网站 叫Soul Recovery Systems 也就是这个灵魂回收系统 那他到底回收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身边有一些物品 是有很多你过去一些很复杂的 关系的回忆的一些物品 比如说你曾经被你的男朋友抛弃 他曾经送过很多的礼物给你 这些就有你的一些回忆在里面 一些很不堪回首的一些感情的回忆在里面 那比如说有你的亲人过世了 留下的那些物品 这些物品呢 令到你非常的忧郁 不开心 很难过 可是呢你自己又不舍得去把自己不舍得丢掉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置这些东西 自己丢掉的话又好像觉得很可惜了 就很对不起他们了就觉得不应该丢掉 可是呢看到这些物品又会令你很难过 那应该怎么办呢 现在就有这个网站了 就是这个灵魂回收系统 你只要把你这些 让你有很复杂感情关系回忆的物品呢 你可以寄去给他们 或者是放到他们的回收站里面 那这个网站呢 他收了之后呢 就会怎么样呢 就你必须填一个表格 写清楚就这个物件 让你有些什么难忘的过去的回忆 或者是一些故事 他们就会把你的这些物品呢 就拍下照片 然后呢就把你的故事呢 就放在这个网站里面 然后就会登出来 然后就会怎么样呢 把你的这些物品呢 拿去埋葬 大家在网站上面看到这些物品呢 是不能够 你是不能够购买的 也不能够交换的 他们一定呢 就会把它处置掉 让你就把你的回忆 把你的感情 把你的过去呢 给埋葬掉 那因为这些你有感情在里面 就是有你的灵魂在里面的 那所以呢就叫这个 垃圾这个灵魂垃圾站或是灵魂回收系统 非常的有趣 那当然因为这个网站只在美国 如果你自己本身有什么物品呢 你可以能够做的就是 邮寄给他们了 这是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网站 叫灵魂 这个垃圾站 那他们呢就真的是会把你的这些物品呢 就给埋葬掉 或者是焚化掉 就把它烧掉了 焚化掉 所以呢就 你从此以后呢 就不会再受到这些感情的牵累了 那你就可以忘掉过去 重新开始你的生活 这个就是呢 灵魂垃圾站和灵魂回收系统 不知道会不会引起这个 其他人的回应 或者有可能在其他的国家 大家也会纷纷的成立这样子的网站 也说不定 因为反正因为大家身边实在是有很多 太多跟你自己有关系的一些物品了 那比如说这个网站呢 他们曾经收到过什么 大家的不要的物品呢 又很有感情的呢 非常的有趣 有小学表演时候的录影带 哇这个肯定是非常的有纪念价值了 对不对 你小时候的表演的录影带 可是呢他也不要了 结果呢他就拿去这个灵魂垃圾站了 还有什么呢 有人当然是放弃了这个 旧爱人的礼物 这个我相信会是最多的 还有呢就是有人抛弃了一卷 一卷拍到一半的电影 他肯定可能就下定决心 很想很想要拍一部电影 可是呢电影并没有完成 那拍到一半 弃之又自己又很可惜 又不想把它丢掉 那就寄到这个灵魂垃圾站去了 另外还收到什么呢 有人抛弃了一张支票 有人丢了一些书 这些都是跟大家有千丝万缕的感情复杂的 这个回忆在里面的物品 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普通话我们可以学的 从这个新闻里面 这个垃圾 有人读垃圾 但这个应该不是正确的 正确是垃圾 垃圾垃圾不是垃圾 是垃圾 好这个是你怎么处置 你跟你很有感情 很有关系的 很有回忆的物品呢 你怎么处置他们呢 处置 处处处 处置 不置的置 处置他们 好这个是 你把那些物品丢弃 丢掉的丢 仪器的弃 抛弃的弃 就是你不要了那些东西 你就把它丢弃 丢弃 另外一个就是 你这些物品的下场 会是怎么样呢 就是去到堆田区 被埋葬了 回到堆田区 堆田区 堆田区 一堆一堆东西的堆 田 田葱 田土的田 区 区域的区 堆田区 堆田区 其实就是 他们最后的下场也是去到堆田区 跟你自己抛弃有什么不同 就总是自己做不出来而已 只好就 让别人来帮你做这件事情 可以想想 好另外就是 我们讲到这些废物 这些可以环保 有一个香港人会说 会骂人啊 用这个 斐财 斐财 另外你还 真的还有个斐财 其实斐财在普通话里面是什么呢 我们说 废物 就普通话也有用这个字来骂人的 就是骂 你真的是一个废物 可是 香港人呢 就不讲 斐财 会说你是一个 斐财 斐财 所以呢 这个其实在普通话里面呢 我们就说 废物 废物 好 不要的物件 我们给谁呢 在香港 烧买楼 烧买楼 好 烧买楼 生物会 你不有个爷 烧买楼 在普通话里面 烧买楼 我们叫 回收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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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就是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灵魂垃圾账或者是这个灵魂回收系统呢 这个里面可以学到的一些关于废物啊 或是关于这个垃圾回收的一些普通话字眼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看看 这个网站的话呢 可以去这个 sollrecoverysystem.com里面呢 上去看看 我也是非常有兴趣啊 真的很想看看 有一些 特别的 是不是有一些很特别的故事 很多人的这些东西呢 他们的 会有一些什么回忆在里面呢 说不定会很有趣 对吧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个星期再见 给大家讲别的 下个星期见 下个星期再见